延續了上週議會召開台東縣102年度預算審查會議 3號上午繼續針對台東縣行政處法治科 在律師聘僱預算上進行審查 市長告訴你現在目前的標定價格有多少人要繳那個會用的 這記憶要付一十七元 你分證書你這樣沒人記錄再編證你 差不多這個四千萬一三千塊是甚麼意思 這部分我們確實要抄的必要 那表示就是說前處長他有辦法這樣的預算他要幫我活下去 在你任內這樣的預算你就沒有辦法活下去是不是 在反對刪除與贊成刪除一來一往之中 經過議員表決以13比2票數反對刪除預算 預算審查會提到藍與居民福利的相關問題 議員將接受也要求財政處說明經費的運用 讓提出質疑的議員們可以了解 在3號的議堂上 秘書長陳建賢則宣布加開10天的臨時會 不過也有議員希望針對重點做最有效的討論 台東縣年度預算不僅關係權限 在運用上更是議員們所關注 怎麼做到最實際的運用 也期盼透過審查中好好的分配 東台新聞溫格先會報導